今天就是2017年3月10日 星期五 在家裡就裝了一台電腦 因為四年還沒玩過電腦 憑酒的電腦壞了 我在沃浩馬那裏就買了 買了一台這些電腦 製作那個U盤啟動盤 過幾天就會退回這些電腦 這台電腦就是幫朋友修理的 已經是裝了這個U盤啟動 這台電腦就是未穿不到機 外面製作就要70元 這台電腦已經濕過水泥了 現在就要另外拿一個鍵盤 這台電腦其實是很新的 用了幾年而已 用了四五年 但是不小心喝光泉水的時候 弄濕了鍵盤 壞了一些硬件 就花了一整七八十元 製作好這台電腦 本身就在美國買這些電腦很便宜 就好像這台電腦一樣 都是299元 然後加上稅三百多元而已 但是現在就很多時候不需要電腦 手機都可以做到很多東西 這台電腦買回來 沒有什麼很大的作用 過幾天就會退回去 就是用這台電腦去製作 U盤起動 然後下載Window 7的系統 今天安裝得比較成功 不太好 不太好 今天下載了系統 花了三個小時 Window 7 昨晚又是下載了系統 Window 7 但是有些衝突 剛好專門為東芝北記本 下載這個版本 就沒有衝突了 總算希望這台電腦 能夠起死回生 雖然說電腦便宜 但是問題 這些能夠用得到 就是用的原則 不錯 不錯 這個網站有很多那些 中國的那些系統下載了 正版本是很貴的 在美國來說很貴 在中國也有六百多元人民幣 但是呢 在網上下載這些版本 都不錯 這台電腦的配置 都不是說很 算是初級 現在電腦 現在很少用到電腦 以前用電腦 都是為了製作那些錄像 用的 太大一部 拿它不方便 現在呢 都是用手機的了 這兩台電腦 這台是新的 是前天買回來的 15天可以退貨 沒有條件退貨 我只會拿這台電腦來 去製作一些東西 接著就 整好這台電腦 就大功告成了 今天是星期五 這個時間是下午1點幾鐘 自己煲了些涼茶喝 嗯 OK